其实佛法也没有那么难 难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串习的不够 如果你能够这样精进 二六十中都能够做无常观修 实时提起这个念头来 观习无常 这样的话串习久了 真的可以对着这个欲爱 舍爱 无舍爱 打坐的时候呢 就是帮助我们提高这种心力 也可以帮助我们提起这个正念 端坐嘛 排除一些外来的干扰 比较容易提起来 所以说我们打坐 打坐的人不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打坐那个难度没几个人 还是要坐的 当然你们回去坐我就不知道 这一块坐有这一块坐的好住 回去坐你自己也可以 坐得住也是很好 我们这里有一天 现在坐的时间也挺长了 早上将近两个小时 下午一个多小时 晚上现在也是一个多小时 以后我们可以把晚上的时间 还可以延长 如果你们愿意 延长到十一点 或者十一点半 这样的话呢 专修 因为我们平常在走动当中 观修的能力还是很差 其实因为我们打坐的时间太少了 然后呢就老爱睡觉 心的能量释放的太多了 心不够近 心不够近的话 那就是老昏尘的 其实我们昏尘的主要原因 还是心的杂念太多 还有一个呢就是懒惰的稀奇 没打起精神的用功 代表你现在极其昏尘 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拿个刀在你后面 拿完水叫你拖着 就像那个故事一样 叫你在那转一圈 水泼了就砍你一刀 我看你那个时候 你肯定不会昏尘了 这个昏尘还是自己懈怠的一种表现 就是精进的那个心不够 所以坐下来就开始啊 这样子往左掉一下 往右掉一下 还是不够精进 过去那个祖师为了处自己的昏尘 坐在悬崖边上 其实是要精进 我们晚上也是这样 能不躺下 尽量先不要躺下 能够先坐的 先去修 晚上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多修禅定 观呼吸 把那个心静下来 真的静下来的时候 比睡觉效果好 睡觉就胡思乱想了 明天看到了 你肯定是第一次捆的 没预防 Butter 你肯定是一直伸服的 东西 在上海 爱 估论 我